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囊牌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数组计算 对 今天咱们就讲一讲 在机器学习最重要的部分 数组计算 为什么 咱们想一下 咱们不管是机器学习 还是深度学习 咱们主要干个什么工作 算法 对吧 那么算法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 就是数组计算 OK 那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它是基础中的基础 没有在基础了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数组的基础计算 都该怎么算 马上开始实战演习 今天咱们用的是NumPi 是这样 NumPi它出的比较早 对吧 它提供了很多标准的 数组计算的方法 对吧 其实现在TensorFlow 它为了学习NumPi 它导入了很多相同的方法 相同的计算 然后呢 TensorFlow跟NumPi 以相同的接口给大家提供 那么咱们今天用NumPi 编程 所以说用的是NumPi的API 对吧 那么今后 咱们如果用TensorFlow 编程的话 咱们尽可能的使用TensorFlow 中和NumPi 相同的函数功能 为什么 因为TensorFlow里面提供的函数功能的话 它是可以使用GPU计算的 而NumPi仅仅使用CPU 它们的区别很大 好 咱们先扫兴 马上开始 我先建一个文件 然后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启动 接下来咱们编一个Python文件 然后咱们先考 咱们诸行讲解 我诸行拷贝 第一行没说的 咱们引用这个NumPi包 对吧 接下来声明一个数组 数组叫什么 大家请看 五个元素 10 20 30 40 50 对吧 咱们先停下来 运行它一下 保证没有问题 保证NumPi都装成功 对吧 数组也出来了 五个元素 接下来 咱们这三个函数 咱们一起看 干什么 大家请看 看这个数组的求和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多少 您别觉得这些函数简单 这就是个知道不知道 您知道的话 您就不用再循环去计算它 对吧 OK 先少叙 马上开始 分别看一下 最大最小 集计值 合计值 集计叫日语 出来了吧 合计150 最小时 最大50 没问题吧 very good 再往下 咱们再声明一个数组2 为什么再声明一个2 是因为 一会儿咱们把这个A1 A2 咱们要进行一个计算 咱们先看一下数组2的内容 我把这三个屏比起来 这三个咱们的功能都知道 对吧 合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吧 OK 清评看一下 两个数组 10 20 30 40 50 0012 34 行吧 咱们对它进行一些个计算 怎么算 往下看 比如说 A数组加B数组 这个在其他语言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吧 所以说Python面向科学计算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两数相加 看看得什么内容 好 试一下 Python真的就是面向科学计算 没有质疑 也有质疑 阿语言等等 也都可以 好 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传了一个数组 又传一个 然后两个一相加 大家请看 它们每个元素进行了一个相加 对吧 相对位置一样的元素进行相加 可以吧 OK 非常方便 接下来 既然你能相加了 我是不是能相减呢 当然可以 看一下 写法就跟变量写法一样 一个数组减另外一个数组 大家请看 相减没问题吧 19 28 对吧 就是这个20-1 30-2 对吧 OK 接下来 这个是Python中一个特殊的写法 我得给您 一定要给您介绍一下 什么东西 大家请看 我想显示出来 A4这个数组里面 有哪些的数值是小于30的 这个需要看一下 前两个没用了 给它屏蔽起来 对吧 我把上面都屏蔽下 咱们会打印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是这个内容 对吧 然后我想看一下 这个数组里面哪些内容小于30 对吧 这Python非常特殊的写法 马上开始清评 Go 大家请看 我有一个数组 是这个数组 A4对吧 它哪些小于30 第0个 第1个 第2个 对吧 所以说你看 打印出来的这个 布尔直的数组 前三个是真 为什么 前三个是小于30的 对吧 后两个不小于是false 这个就是Python 非常非常特殊的写法 但是又是非常非常的常用 它操作数组太灵活了 OK 不光是这些 它还可以乘法 咱们再乘一乘试试看 A1乘A2得什么 马上试一下 Nano A1打出来 A2打出来 其他的咱们删掉 然后A1乘A2 打印一个A5 看一下 清平 Go 请看 相应元素的值进行相乘 比如说这50乘以这个4 就得200 对吧 30乘以这个2 就得60 没问题吧 数组不计算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提升难度 怎么个难度 多为数组 咱们看一下 首先咱们声明一个B 一共有12个元素 然后把它让它变成三行撕裂 行吧 reshape成三行撕裂 看一下 清空 拷贝 真就三行撕裂了 拷贝 存盘退出 看一下 没问题吧 一个12个元素的数组 把它分成三行撕裂 大家请看 这是第一行 对吧 第二行 第三行 为什么我喜欢把这个二维数组叫做三行撕裂 几行几列呢 是因为我的脑海里都是一个图片的概念 图片不就是几行几列吗 对吧 因为我最近做一个计算机视觉做的比较多 好 先少叙 咱们看到了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要做一个行列的计算 这个计算稍微有一点困难 理解困难 怎么困难 大家请看 我对它进行一个合计 轴势零的所有数字进行合计 咱会怎么理解 这我给你写出来了 如果轴是零 它是垂直列计算 如果轴是一 是水平行计算 什么意思 看效果 这行代码 我在学习的时候 理解起来也花了些时间 好 咱们看一下 可是这些东西 您要不理解的话 您就学不会这个数字计算 大家请看 当轴是零的时候 大家请看 是每一列进行合计 对吧 零 四 八 加一块 十二 对吧 一 五 九 加一块 十五 当以轴是零为单位合计的时候 它是把每行的列进行合计 这显示出来是四个元素 对吧 当轴是一的时候进行合计 它是把这每行进行合计 相对是说 我下面的每一行的数组的单元进行合计 这个地方 您只有熟了才能慢慢的理解 为什么说我是零轴的时候 它是列合计 而我一轴的时候 它才是水平行合计 这就是二维数组的概念 您把理解了之后 您的这个南派的使用水平能更上一个台阶 好 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下垂直列的最小值和水平行的最小值 这就简单了 好吧 清平 看一下 垂直列 最小值 对吧 零 四 八 是零 一 五 九 甭问 是一 对吧 然后最大值呢 也是没有问题 对吧 最大值我给你说一下 这个因为是一轴的最小值 所以大家请看 一轴是这个轴 都是一轴 其实就是里面每一个行 对吧 就每个行最小值 零四八 零四八 对吧 OK 那咱们再看一下最大值 这些API 我给您讲一遍 您只能设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您真的需要手动敲出来数字 然后把屏幕放在这 不要动 然后盯着屏幕去理解一下 才能够理解 好 咱们看一下列的最大值 对吧 列的最大值 八九十 就是这个 以列为单位 找最大值 对吧 找出来了 然后以行为单位 找最大值 也都找出来 三七十一 对吧 这个您如果 我这六行代码 您都理解了 您对于这个轴的概念 就理解了 而且我跟您说 在今后咱们TensorFlow中 这个轴的概念 用处非常非常的多 您一定要把这个轴的概念理解 才能够继续往下学习 这是一个重点 重点中的重点 一定要理解 X这个轴的意义 OK 因为以后咱们还牵扯到 这个三维四维数组 那轴更多 该怎么理解 包括这个数组扩展 这个数组打平 都该怎么扩展 以哪个轴为核心 扩展数组 所以说这个轴的概念 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之一 OK 接下来咱们再介绍一个 更重要的 矩阵相乘 咱们试一试 这个太重要了 没有之一 考费过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做 神经网络的时候 咱们主要干的什么事 就是矩阵相乘 比如说 其实矩阵相乘 就像是两个数组相乘 对吧 比如说 我有一个X的数组 在咱们深度计算里面 叫做特征值 对吧 X 我先传第一行过去 然后再传第二行过去 对吧 每行都有自己的特征 相对于图片的每一行 对吧 都传过去 我这 当然 您可以把理解为 二乘三的图片 对吧 OK 然后这个W是什么 是权重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规则 这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 我每一行的列数 和咱们权重的 每一行 每个行数要一样 这个是符合 矩阵相乘的原则 矩阵相乘是有原则的 对吧 也就是说 我每一行的特征值 要乘以 自己相应的权重 请乘完之后 加上一个偏制 集合 再放到神经缘当中 对吧 这个细节 完全就是在用矩阵相乘 怎么相乘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函数 好不好 我打印象 这个确实稍微有点难度 这个文言是在 深度学习 讲的神经网络的时候 给您讲这个知识 大家请看 成出来了吧 5 4 4 6 对吧 然后这个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 咱们图片 还是这么两行 三列 这么一个二乘三的图片 对吧 但是咱们想增加什么 想增加神经元的个数 因为每一行 仅仅是权重 对吧 神经元相当于我 这个只有两个神经元 那我想在增加神经元 个数该怎么做 其实就是在这地方再加 比如说 随便加 这是相应神经元的权重 比如说这么加 然后咱们再进行一下 矩阵运算 大家请看 出来数据不一样 是吧 但是这矩阵 它是有一个关联 你不能下加 下加之后 比如说 我前面有三个特征 后面我给了十个权重 这事没法成的吗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需要您注意 然后 这矩阵相成 虽然有np.d的写法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at 对吧 比如说特征值 at一个w 其实就是矩阵相成 咱们试一试 另一种写法 矩阵相成的另一种写法 咱们看一下 好 拷贝下来 清平运行 大家请看 上面的写法 跟下面写法 出来的结果 完全一样 这就是矩阵相成 是这样 对于初切种朋友来说 您矩阵相成 不用去关心 它是如何计算的 第一个值 乘哪个值 第二个是哪个值 我x1乘以 w1 x2乘以w2 等等 您不用去关心 您只要知道 咱们在做科学计算当中 最重要的核心部分 就是这个矩阵相成 就够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南派数据算的 最基本的几个API 和常识 希望您能够理解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有讯息朋友 下载运行一下我的代码 加上您的理解 对不对 OK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 帮我转发 分享给您的朋友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